一人张飞沉寂已久 再次回到荧光幕前 不是重拾主持棒 而是要宣传他拍的电影 在今天他总共跑了三个通告 碰上了刚好一夜 这个重回主持棒的这个小S 两人妙语如珠 在摄影棚内笑声不断 好久不见的大哥大终于再回演艺圈 身穿帅气皮衣 戴上招牌墨镜 张飞热情地和主持人小S拥抱 自从主持节目停播 张飞就没有再公开露面 这次重翻演艺圈 大哥大帅的个性完全都没有改变 做自己时时刻刻挂心演艺圈 还幽默的细数起 过内外的演艺动态 然后麦克风街址 都是从我节目一收里做 这次为了宣传新片 一口气连跑三场通告 精神好得不得了 张飞直率豪迈的个性不减 上节目聊话题更是百无禁忌 综艺圈大哥大再度跨足戏剧演出 要在大一幕展现演技剧的功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